好 要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 务必要携带雨伞 因为在今天呢 由于华南水汽一路的关系 各地的云量增加 降雨的几率也会提高 好 首先就要来看到 在今天中部以北的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降雨是来得比较明显的 范围也比较大 南部地区的降雨则是比较零星 所以在今天外出活动的时候 还是要记得来携带雨具备用 温度方面 在今天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 普遍是落在14到16度之间 其他地区的低温17 18度 好 白天开始呢 北台湾的温度会略为下降 在今天的高温呢 只剩下19到21度 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不大 高温依旧可以来到23到26度之间 好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呢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气象局的这张图 好 告诉各位的是 从今天开始 华南云云区一路的关系 所以各地的降雨都会增加 您可以看到全台各地的降雨 几率都是有的 而且降雨的范围是比较明显 也是比较大的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 另外呢 提醒各位的是 从周三开始 天气马上要出现变化了 主要就是呢 从10号开始 周三这一天 冷气团要南下 到时候呢 天气会再度转冷 好 类似的天气状况呢 会持续两天左右的时间 包含了周三跟周四 都是同样的天气状况 好 整个天气呢 要一直等到12号 就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 由于大陆冷气团会开始慢慢减弱 到时候白天开始 温度才会慢慢的回升 包含在选前之夜 还有在投票日的当天 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来的比较稳定 最后呢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丁宁了 还是要持续请大家在今天出门的时候 记得带拔伞 同时呢 由于这个早晚时分还是蛮凉冷的 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穿着保暖 好 另外一个部分提醒 在南部地区的朋友高雄屏东 在今天空气品质依旧是蛮糟糕的 亮起了橘色提醒 本身如果你是过敏族群的网友 务必还是要多加留意 以上呢 就是这个小时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